一日之内 朕命你查出凶手 无论此人是谁 朕定要他伏法受助 以正其罪 遵旨 关于凶手 你可有头绪 根据浴室内 蜡烛的燃烧情况可以推测 案发时间 应该是在昨夜子时之后 凶手 极有可能是住在司徒家的人 住在司徒家的人 一日之内 朕命你查出凶手 无论此人是谁 朕定要他伏法受助 以正其罪 遵旨 慢着 那支铃铛 还在你手里吗 皇上说的 可是这个 当年那女子 连逃命也要将她带在身上 可且十分看重 若她是母妃 如今朕就只剩这一个念想了 皇上 恳请皇上 将令当交与包拯 做最后一次验证 快去吧 谢皇上 谢皇上 朕大靶 有什么发现吗 这个 不是她的牙齿 这颗牙不是李飞的 不 牙齿是李飞的 那到底是还是不是啊 你从哪儿看出的 问题啊 就出在她这颗牙齿的空缺处 空缺处怎么了 人一旦缺了牙 两侧的牙齿因为没有了阻碍 便会向空缺处建议 若是二十年前磕掉了牙 此时牙缝 不应该毫无变化 而此人的缺处 又差不多正好能够放下这颗牙齿 我猜测 她的牙 可能是最近才掉的 所以 根本就不是李飞 我猜她的牙子 您快点 我猜不想 收拾一下 甚至末 我猜不想